IC梦想家 好 继续我们的IC梦想家 我是蓝轩 现场邀请到的是财经专家黄世聪 我们在聊呢 到底现在这些产业的布局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风向的转变 就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元宇宙本来是在过去这一两年间 就是感觉到大家好像引颈期盼 但是呢就听到楼梯响 半天人也没下来 然后呢 卓克博搞的那个联宇宙 几个娃娃看起来很搓 真的是很搓 但是AI 台湾想AI的这个楼梯想也想很久了啦 想了一二十年 但这一次似乎呢 真的是人从楼梯上面走下来了 它的应用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真实生活 我想这是为什么大家觉得 这张眼睛也亮的关系嘛 好 那就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说AI真的在这个时候要大爆发了 台湾的AI真的有产业吗 对 我觉得事实上AI人工智慧过去一段时间 可能大家都会印象比较模糊一点点 但其实它已经在各个领域就出现了 比如我举个例子在乌克兰俄战场上面来说 这个大家都用无人机 无人机基本上就是一种AI 或者说在战场管理方面来说 基本上也是用AI去运算 比如说我怎么去布证啊 现在其实在战场上面的管理 或者说后勤的管理 它其实用到很大量的AI人工智慧去运算 那如果在产业界里面来说 譬如说我举个很简单例台积电 台积电它也用了非常多的AI运算 那你想说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台积电一天要生产数万片晶片 然后它怎么去排序 因为台积电的产能有时候可以 撑到100%或是120% 台积电同时要生产 线上要生产1000多种产品 我怎么样把它排序 今天这个生产完再生产这个 生产再这个 这样排序可以排得更好 更有效率 对 那这个数据data怎么输入 那我怎么做成 那都是累积大量的AI数据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鸿海公司 鸿海的模组 基本上过去很多 比如说我们不要想看说 做一只手机 你手机里面机械 你要用怎样的角度什么 那其实都有很多数据 大量的data 可能过去就是用一些 我用大数据把它整理起来 但是现在有AI人工之后 我可以运算预测 那就是你有data 就会有新的应用 所以才说会越来越多 就在这样 过去可能你觉得 它应用的层面没有很广 但是我那都在产业 在军事战场上面 在个别领域 譬如说像很多人在 现在可能有人会开这个 自驾的电动车 电动车也算 对电动车的 某些程度的 Level 2 Level 3的 那些跟AI人工之后 也都有一点相关 所以我才说这个 其实慢慢在爆发 只是说 它跟我们日常车 没有那么贴近 那因为刚好 Track GPT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 所以你觉得 好像突然就爆发 其实它是一个 累积一直非常久的 一个状况 那具体而言 会带动什么样的产业 我必须讲 台湾在整个终端产品 譬如说软体 或是终端产品的研发 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我们软体真的好像比较弱 对 因为我们市场小 我们没有那些 众多的data 我们可以累积那些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尽多就是说 国际在 他们在吃汤 他们在吃大口的肉 我们就边边喝汤 对 喝点汤这样 那我们当然是什么 就是他们需要东西的供应链 比如说刚才蓝圈 讲到我们的晶片产业 那这个AI产业 一定需要用到大量的晶片 那台湾的生产 因为AI晶片 它需要的 譬如说像 这个所谓的NVIDIA 或者说像这个 战场上面用的AI 或者说像Tesla用的AI 这些都是要用到 比较先进的制程 它跟一般的 不能用落后制程 因为牵扯到运算的时候 你要速度快 然后体积小 这些东西 所以可能就要用到台积电的3奈米 或是5奈米的制程 那这个台积电 绝对可以独占优势 那当然连接到台积电 合作的一些相关供应链 这个绝对是 可以挤入AI的 就是回到晶片的产业链就是了 对 那这个绝对可以挤身到AI领域 这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块就是 因为你在整个运算的过程里面 你需要有大量的储存地方 比如说你要大量的Data进来 那今天蓝圈问我一个问题 那我要传给你一些东西 那我这个主机一定要储存一些 你过去的讯息 我要大概了解你的状况 那我们互相学习的一个连接 那我产出一些你要的东西给你之后 我还要把这些存下来 以后日常 日常之后我再跟你聊的时候 我可以训练 我可以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云端或是说伺服器的 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 台湾过去很多老牌电子股 已经很久没有涨的 像什么广达 技嘉 华硕 宏基 他们都在涨 涨都很多 这有相关吗 对 因为他们做很多 他们做很多就是伺服器 或是相关应用的产品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整个大爆发 甚至台湾有一家围影公司 它是做伺服器的 那就整个爆发起来 那同理 因为你的伺服器的规格 用的越来越多 因为越多的时候 那种所谓的散热 或者什么 它也起来了 所以我才说 这个产业其实是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那台湾因为我们过去 就是资讯产业一个 非常重要的代工重镇 所以你看 我们不要讲别的 像鸿海它有一个FII 就是工业互联 它也因为它搭上了 这个所谓的GVT 因为它有做一些伺服器 它有在海外做伺服器 它有在中国做伺服器 就它最近一段时间 股价在中国大量市场 涨了八九成 甚至它的市值 工业互联的市值 还因过鸿海 所以这就是一个威力 所以我才说 其实这个商机会慢慢被发掘 那台湾绝对是在这里面 可以扮演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 OK 但是都还是比较在硬体部分 对比较硬体 我觉得软体方面来说 台湾目前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知道很多软体公司 它是想要转做 ChairGPD 或是AI人工智能 但是它目前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它只能够说 好在ChairGPD的软体主架构上面 再多先签一些服务内容 那目前可能只是这样 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不一样东西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对因为我看到最近有在讨论说 比方说现在有些职场上面 已经需要一些帮你去训练 ChairGPD的一些下指令的工智区 对没错 那搞不好这方面的一些 AI的软体的人才 搞不好可以试试 对啦 那因为或许说中文的界面 可能是台湾可以做的 这个或许会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偏向 后面的一些相关的应用 OK好 不过刚才这个师同特别讲到 其实跟这个人工智慧有关的话 就已经讲到像是电动车 对 电动车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多两年 其实台湾这方面的话 也有一些发展 包括像洪海跟玉龙 对玉龙合作 所以电动车也可以算是现在 现阶段本来就已经有点发展 那加上AI更进一步的 它会再进一步的爆发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电动车跟AI 结合起来就是自驾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下一个阶段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 今年的根据一般的这个统计数字来说 整个电动车占整个车的市场 应该可以达到15% 15%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所谓的 很多人就形容说它是个iPhone时刻 就是过去呢 我们在用传统手机的时候 iPhone有一天它的市占率来到15%之后 那个智慧性手机开始爆发 iPhone就开始大翻转 它其实就是那个时间点 大概是约莫占比15%左右 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点 所以在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电动车的需求 或是它整个产值会快速的大爆发起来 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不要讲别人 你看这个Toyota丰田 它的这个丰田张然 他就退位说我是个老人 我对那个电动车我不了解 就把它交给佐藤恒志 那个新的以前Lexus的资金厂 因为他最早跨入电动车 所以你看然后他宣告 因为以前Toyota就是不太做电动车 那你看他都直接把他自己都革新 就是我们就没办法 所以那其实Toyota也开始在做 也欠负自杀的感觉 对对对 没错 那另外包括说像福斯 福斯也是一样 福斯过去他是燃油车第二 他现在也说我在未来三五年时间 我要全部做燃油车 所以这个可能这些传统车厂的决心来了 福特各式各样车厂都来了 这跟欧盟的规定也有关系 对 当然 因为欧盟可能有些国家2030年开始 就要开始淘汰 淘汰的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间点非常紧迫 所以各国都一定会这样做 所以这毫无疑问电动车一定是个大商机 所以你看其实台湾或是说美国 中国或是说日本 各国都是这样 那当然下个领域就是所谓的AI人工智慧 结合起来就是自驾车 那自驾车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大概最快最快发展最快 大家都以为是特斯拉对 其实最早落地生根的是宾室 是宾室吗 宾室他现在有一款车 是level 3的自驾车 他现在可以在美国 还可以在欧洲部分地方可以使用 因为他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这个道路安全管理局的合可 那level 3是什么意思呢 level 3就是你可以开车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放开 你可以自己喝杯饮料 或是什么之类的 那必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掌握 他其实是允许你这样做 以前我们在路道路上 你看到别人这样做 其实他都是违法的 嗯嗯嗯对 但是他是真正合法的level 3 这样子啊 的一个市价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已经level 3已经来了 如果再到level 4到level level就是完全 你可以在里面睡觉 干什么都没关系 有点不理他都可以 就是不用盯着他 对对那是完全这样 所以实际上这个时间点 比大家想象中更快 那这个所谓你要达到level 3 你要有非常大量的 AI的判读能力 因为他就是收集 所有道路上的资讯 你看我们每天 如果我们在开车 就知道我们看的东西很多啊 那你要输到 你要输到这个电 这个车用电脑里面 快速判断 那个AI处理能力 一定要相当的强 所以这个一定是两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才说 这个很多很多科技 看起来是不相干 其实他们最后会 混流为一体 会汇聚在有道理 对汇聚在一起 然后会产生出新的这个商机会出来 OK 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在讲说 这一些比较传统的主流 它其实只是发展起步的慢 但是它后发 其实因为它有它的基础 常会后发先制 对对一下子就到位了 是我觉得这个有非常有意思 因为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以现在的特斯拉为例 它现在能够电动车里面 能唯一新创电动车 能够赚钱的是特斯拉 但是其实对它最威胁最大 是传统车厂 为什么是传统车厂 因为传统车厂他们有那种 克服生产的那些相关的经验 所以搞不好他们进入了 所谓他们的生产的 开始赚钱的时候 他们赚的钱的速度 可以比特斯拉更快 所以来跟你说 其实有时候 这告诉我们什么逻辑 就是你虽然说 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跟上这个时代 但是如果你真的努力运作 努力的 所谓努力的累积功力 有一天你也可以后来居伤 是这样的没错 另外有一个 也是最近非常夯 非常新兴的产业 光是那个什么电影 奥斯卡经常讲 那个什么 MOTHER多重宇宙 就是讲电子 到底什么 去年奥斯卡 不是奥斯卡 诺贝尔的物理奖 颁给三个科学家 这样讲的就是量子纠缠 所以量子感觉上 好像也是这一两年当中 非常夯的 好像即将要爆发 那它背后又有哪些产业 是值得投资 值得布局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